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期的八区故事 在以前我们节目中 我们已经给您讲过了共产党中央特科的故事 可以说作为党中央早期情报保卫组织 中央特科为保卫我党争取民族解放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在1935年4月13日 当时担任特科红队队长的邝惠安董同志 被国民党政府处以绞刑 这意味着当时留在上海的特科组织 被国民党反动派 也不坏了 国民党当局也认为 从此以后 中共中央在白区的领导机关已不复存在了 上海的地下党也失去了上级领导 其实不然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一些战士倒下去了 更多的战士站起来了 就在邝惠安等人慷慨父子走上刑场的同时 又一位我党隐蔽战线上的领军人物 临危受命挺身而出 他就是王世英 王世英 1905年生 山西人 1925年入党 同年9月 考入了皇甫军校四期 1926年 参加了两次中征及省港大法攻 1928年 组织完美暴动 1931年10月 来户找党 从中央军委接上关系 被中央军委以特派员的身份 派往南京建立党的情报关系 因为地下国有的需要把我从老家接到上海 到上海以后啊 给我的感觉啊 经常颁奖 而且颁一次家 就换名字 我总认为 人生啊 大概就是要经常搬家 而且 白一次家 就要换一次名字 所以 每一次搬家 我就 很自然的 习惯的问 我 下一次我 我该什么名字 我姓什么 一开始我们就说了 当时中央特科红队队长已经被国民党当局给杀害了 可想而知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是何能的严重啊 毫不夸张的说 国民党特务啊 就像疯狗一样 到处乱窜 无恶不作呀 所以 为了尽可能的保护特科同志们的安全 王世英 严格规定 中央特科情报科的工作人员只能是单向联系 不能横向的发生关系 再熟的人只要不发生工作关系 就不能有来往 即使是在街上碰面 也不能打招呼啊 由于国民党的疯狂战压 一个又一个同志呢 被逮捕杀害 中央特科在上海形势是越来越严峻了 为了更有效的开展工作 这一时期呢 王世英不仅尽力保卫领导机关的安全 而且呢 特别关注年轻同志的成长 这个时候啊 两个风华正貌的热血青年进入了他的视野 他们就是华明知和沈安大 明知于1934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1935年间 我们俩先后在中共党中央早期情报保卫组织 中央特科王世英的领导下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是王学文 沈安大当时是什么人呢 他既不是共产党也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 那他为什么能够进入中共最机密的部门中央特科工作呢 这说起来啊 也是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故事 沈安大1915年呢 生于江苏太星 17岁那一年呢 沈安大和他的二姐沈一纳 为了反抗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 跑到了上海 沈一纳呢 进入了务本中学 并在那呢 结识了中共党员 初约信和进度青年 化名制 而沈安大呢 则考上了南洋商业高级中学 就在姐妹俩呢 一心想依靠自己自力更生 在上海闯出一片天地的时候 现实呢 又给沈安大一个沉重的打击 因为呢 交起学费 沈安大读的高二 就不得不辍学了 眼看着就走投无路了 难道要回家奉父母之命 嫁人生子呢 就在沈安大一筹莫展的时候 转机出现了 我呢 就在这一年 下半年 进到一个中央 不是 在这个 上海 丙训中文数据学习 我那个是 19岁 这个数据学校呢 相当于现代的进士学校 学习素季的周期短 学费呢 便宜 找工作也不难 最主要的是学到一技之长 就不用回家嫁人了 沈安大呢 进了学校啊 就埋头苦学 成绩呢 一直是名列前茅 这个时候 沈安大呢 只是想依靠自己 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 他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 将经历一次重大的转折呀 在这三十年呢 那年冬天 天气很寒冷 这个外面啊 马路上的啊 这个逮捕共产党的警察啊 呼叫 我就声音 这个刺耳又龙 那时候沈安大呀 并不是共产党员 本来呢 这严峻的形势啊 跟他没什么直接关系 但是沈安大呢 声性刚烈 既有如仇 对国民党反农派呀 是非常的不满 对于共产党呢 怀有一种认可和同情 谁承想 他越反感谁呢 谁就越往他身上靠 这个时候啊 这家省政府 要找一名收集人员 小长们就选了一个 要选这个 比较学得好一点 更根苦的 那么就指到我的名字 浙江省政府呢 指的就是当时国民党的省政府 在那工作呀 用现代的话讲 那就是公务员了 不过呢 那是国民党的公务员 对有些人来说呀 那可是千代难逢的好机会呀 去官府衙门当差 混上一个一官半 保不准哪一天就能飞黄腾达了 可是呢 刚才我们也说了 在沈安娜眼里呢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 是相当的反动 相当的腐朽 也是相当的没落 不但呢 不爱民如子 反而是鱼肉百姓 因此呢 他坚决不去国民党政府工作 他在上海的亲人呢 除了二姐沈一娜 就没有别人了 不过那时候 沈一娜已经结婚了 结婚的对象 就是我们先前提到的那个青年 苏耶信 所以呢 沈安娜找到了二姐和二姐夫 以及他们共同的好朋友 华明芝 而沈安娜当时并不知道 他二姐夫已经是中央特科的成员了 听到我这个呢 他们也拿不听主意 当时他们是在中央特科 王晓文同志领导之下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中央特科的名称 王晓文同志也不用真名真心 华明老李 因为我们都叫他舅舅 所有信案就马上跑到舅舅那里去报告 大家都知道沈安娜的脾气 知道他不会为荣华富贵的跑去给国民党政府做事 按理说直接推了这份差事就行了 可是作为中央特科的成员 出约信 又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是这会沈安娜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他会接受姐夫的建议吗 这事还需要有人出面来说 出声牛毒不怕虎 沈安娜只身打进国民党内部 我不怕死 我要革命 我愿意跟共产党走 我要做革命工作 我愿意去升级情报 升级情报将面对重重危险 他能胜任这份地下工作吗 请继续收看本七八句故事 目的敌营十四年 此刻沈安娜只是个进步青年 他不是共产党员 按理说不是一意做这种地下工作 可是去浙江省政府做宿记员 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输严信该怎么跟沈安娜说呢 而且这件事输严信说了也不算 必须由组织上来定 于是他马上跑到了舅舅那里去请示 王选民就包括我父亲 我父亲这个人的话 很有用 要跟他做好他的工作 不断地给王选民指示 来来来来 做这个沈安娜的工作 于是输业信和化名之就代表地下党 正式通知沈安娜 说组织上希望你抓住难得的机会 积极应试 力争考上 打入国民党的政务机构里面去 为党做好情报 沈安娜一听说这是革命工作 马上不就来劲了 对这份工作也不抵触了 听起来说他有生命危险 他根本不在 我当时还有一点出生子 不怕我进入 我站起来很严重地讲 我说我不怕死 我要革命 我愿意跟共产党走 我要做革命工作 我愿意去收集情报 他们都轻轻地不怕死 认为我死想图了 愿意去 正可谓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对于沈安娜来说 他终于找到了能够抱下祖国 实现理想的一条路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光有不怕死的决心是远远不够的 沈安娜当时连情报工作室 干什么的他都不清楚 面对前面的龙汤虎穴 他能保护好自己吗 顺利地完成任务吗 但是沈安娜呢 还是义无反顾的 争取着这个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机会 1935年1月 沈安娜被正式录用为浙江省政府秘书处意识科宿纪元 当时红军呢 正在长征途中 浙江省政府的任务 就是配合国民党政府的前方 脚固 每次重要会议都要做救世报告 内容很重要 都是讲这个第几个地区 他怎么样进行作战计划 什么 国路调破的设施啊 武器的装备啊等等 我当时也不知道太多的重要 只是对付我们公司 共产党对付红军的东西 我就特别重视啊 都记下来 整理起来 您那还真别小瞧 这个当时只有19岁的小姑娘 虽然沈安娜呢 还没有任何情报工作经验 也没人告诉她呀 该做什么 怎么做 但她呢 还真是挺机灵的 她心想 只要敌人啊 说的是对付共产党的内容 我就给她记下来 这准报没错啊 不知不觉的 记录纸张的 也攒了一大堆了 沈安娜就寻思着 是不是该交给二姐和二姐了 于是呢 沈安娜找过的时间 以探亲为名 请了两天假 将她偷偷撒下的情报 带回了上海 交给了二姐 她二姐呢 在和这个书约信结婚后呢 也成为了中央客科的成员 主要负责传递情报 她打开一看了 她说你这个猫是鬼啊 什么意思 重要的东西 不都不包眼神 一点眼神都没有 就跟着衣服捲着一起带回来了 批评我姐夫就要手 不要批评她 怪我们没教她 她不懂吗 她就翻了一翻 挑了一点重要的 就去送回舅舅 舅舅打开一看 又很高兴 她说安娜一炮打响了 她说全世界重要的军事情报 沈安娜的第一次任务就完成的非常成功 一炮打响 不过成功归成功 这个过程是真让人后怕 她把那么重要的情报就随便的放在衣服里面给带出来了 只要政府大院的门卫一检查 她就得暴露 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不但她要被捕 她二姐及二姐夫等等都得抓起来 要说这也够难为这个年轻的沈安娜 她可是一点革命斗争经验都没有 现在刚加入了组织就要打入敌人内部做 新人们不禁为沈安娜的安慰担起心来 谁知的前方还有什么艰难险阻 当着她呢 为了帮助沈安娜 组织上安排华明知负责和沈安娜接头 从此以后 护航线上常能发现华明知的身影 西湖地盼也常常能看到她和沈安娜携手同行 流连忘返的场景 在旁人眼里 那是一个执着的小伙子 正在狂热地追求一位温文尔雅的重情少女 但事实上 这只是他们为了更好的传递情报 进行革命斗争的掩护手段 不过呢 在为了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理想奋斗的过程中 两个年轻人的心呢 也是越靠越近了 1935年秋 华明知呢 和沈安娜正式结婚 成为了一对革命的伴侣 他们的情报传递质量 也随之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这个过程中啊 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见到了董毕武 遵照董毕武的指示 沈安娜呢 找到了朱家华 毛髓自剑 要求呢 去国民党中央党的幕 当副主任 朱家华呢 满口答应 还给他办了特别入党 所谓特别入党呢 就是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共同提名 接受入党 这种做法呢 其实就是把中间那些审批考察之类的程序呢 给简化了 办起手续来呢 简单 审批快捷 党政编号前面还有一个特别醒目的特字 这个特字太容易让人联想许许多多 只可议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了 比如说什么后台 靠山 什么来头 背景 等等 有了这么一个特字在手的沈安娜 开担起工作来 那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但是拥有的特权越多 其实也就越危险 再者说了 沈安娜本来是浙江省政府的宿记员 是个地方级别的 现在呢 他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党部 这可是中央级别的了 越往敌人的内部走 这危险可就越大呀 沈安娜还能全身而退吗 上级领导神秘失踪 引得国民党特务找上门了 他能否化险为夷 顺利完成任务 请继续收看本七八句故事 获得敌影十四年 该怎么去了解大千世界呢 读万卷书 行万笔物 太累了 有舒服的办法吗 上BTV8看八句故事啊 八句故事 我看行 1938年8月武汉保卫战失利 国民党中央党部呢 开始匆忙撤离啊 遵从党的指示 沈安娜和华林芝也跟着国民党政府前往 明庆 在重庆 沈安娜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宿记员 只要国民党正要召集重要会议 他就会在主席台的一侧就座 埋头记下会议上的全部发言 这些内容啊 自然很快的就会传到我党的地下组职手里 这时候啊 沈安娜夫妇俩的工作丰工啊 还是跟从前一样 沈安娜呢 负责啊 搜集情报 华明芝呢 负责将这些情报整理和送出 而从华明芝手里传到中共中央手里 还要经过几个环节 其中呢 直接跟华明芝接头的人呢 叫徐仲航 当时这个徐仲航呢 也是沈安娜和华明芝的直接领导 徐仲航呢 我们孩子们都管的叫徐叔 因为他这个也是我们沈阳人 也是东北人 而且那个 这个一直从事这个民间的抗日军王工作 他是这个东北军王总会的成员 东北军王总会呢 是这个 三七年 三七年 这个经过总理授意 由这个刘兰波 渔夫 他们这个发起成立的 那么这里面就东北的那些 那些元老都参加了 我父亲是党总书记 他是党总书记 这时候啊 徐仲航呢 已经成功的打入了国民党官办的 郑中书局总管理处了 这也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机关啊 为了更好的掩护徐仲航的真实身份 沈安娜呢 决定要用了特别入党的办法 给这个徐仲航呢 办理一个国民党党员证 但是呢 还没等这个党员证发下来呢 徐仲航呢 突然失踪了 这让沈安娜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 失踪意味着什么呀 在那个时期 每天都有共产党人被捕被杀害啊 沈安娜心急如焚 恨不得跑到徐仲航家呀 看个究竟 但是多年的情报工作 已经让他变得成熟而富有经验了 他不能去徐家呀 也根本找不到徐仲航的家呀 情况很功劣了 我们有好的时间 他不来联系了 我们交接的要命 因为手上啊 有很重要的情报 徐仲航到底去哪了呢 他的失踪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